是真的? 其實我也覺得挺棒的 因為是第一次被人掌刮 力度是大得可能刮我幾包 我要跌坐在地上 其實對我來說算是一個比較突破的角色 其實接到這個有難面妝容的角色 我自己是很興奮的 因為當時監製打電話跟我說大概的劇情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很精彩 自己很想接 但他跟我說可能要幾天後才確認 那幾天就懷著忐忌緊張的心情 在等結果 到他真的跟我說 這個角色在你 我就很開心 我記得第一次去特技化妝 去試造型的時候是試了12小時 因為你又要試那些黏的位置 又要塗過顏色 其實都很免費的 到正式拍攝那天 每天可能花3至5小時 如果那天穿背心或短裙 就要5小時去黏上半身的 爛臉的妝容 其實黏著也有一點不舒服 你又會被迫 你又很怕自己出汗 然後那些膠會掉 也有一點癢 但你又不能拗 然後就可能拍打皮膚去止癢 我記得有一次是 可能拍了12小時 然後卸完妝後看到 有些紅了和反光 我就以為卸得不乾淨 第二天就再去找特技化妝師 誰知他說 你可能有一點敏感 但劇組對我都很好 就是他可能讓我拍兩天 就讓我休息一天 因為都怕我皮膚敏感 紅腫上不了妝 第一次跟五姑娘合作 其實都很大對比 我覺得五姑娘幕前和幕後的形象 可能他綜藝或主持的時候 就比較放鬆 比較不同的狀態 在戲劇裡面 他就真的很專業 而且很肯教我 可能在拍攝上或演技上的東西 我記得我們第一天唯讀 他已經會給我一些意見 又或者私底下 去WhatsApp我跟我說 我們要一起加油 做好這部劇 我想我們對這部劇的期望也很大 在浴室裡面也有一些打鬥的場合 他可能要蓋我幾巴 可能要用花灑淋我去侮辱我 那一場大家都偏緊張 因為可能花灑淋完 你的妝頭要重新設定 需要一些時間 大家都希望可能一踢過 不要踢那麼多 也試了十幾次 試了很多戲才開始拍攝 五姑娘也很好 因為他經常可能害怕 可能我又沒試過被人想 他又怕我耳朵入水 他會叫劇組別人給棉花 我堵塞住 他會幫我很多 到真的拍攝的時候 我真的一剔就完成了 是真打 其實我也覺得挺棒的 因為第一次被人掌刮 力度大到可能刮我幾巴 我要跌坐在地上 五姑娘事先也有跟我說 女兒我真的打 你不要介意 我也知道是戲劇 但到真的打的時候 其實衝擊也很大 因為掌刮是有些侮辱的成分 然後我的角色又很悲慘 我明明沒有做錯什麼 但又要被媽媽掌刮 其實情緒很快就到了 所以那場戲也很難忘 我看過一場戲 一個剔的 一個剔的 然後剔五姑娘剔我 我都 我想 五剔 都順利的 一個大剔的 是一剔過 之後再補索 每次都順利的 每次都是真的 是痛的 而且真的有紅種 但是我會覺得是爽的 因為第一次被人這樣掌刮 戲劇是這樣的 大家真做吧 非常認真 我可以認真 再去 我